好 谢谢吴教授的分析来看到今天国内的政治焦点 时隔三个月之后 马九总统今天再度率领了行政立法考试三长 宣布第一阶段年金制度的改革大方向 将退休年金改革方向敲定 未来劳工军工教将会多角少领 目标是要维持年金制度30年的稳定 马总统也当场宣布退休之后会放弃个人优存利率18% 年金改革熏腾三个月 总统马英九周三亲上火线 率领行政立法考试院三长 宣布第一阶段年金改革方向 未来不管是军工教退休或劳工保险 年金通通缩水 不但缴的多领的少也得延后退休 不过政府挂保证改革后30年内年金不会垮 今天的改革是渐进了无法一次到位 也许未来的年金大家领到的 比现在的略少 可是可以让大家放心的领30年 让我们的子孙也能够领得到 政府会负最后的支付责任 这件事情我们要把它入法 这样子的话可以确保全体劳工退休后的一个经济安全 会拟定一些劳保的一些波补计划 第一是延后退休金起支的年龄 也就是从85至90至 同时具有新旧制年职责 我们要逐年调降它的优存的利率 目标是9% 军工教退休优存利率 五年内将调为9% 18%的名词走入历史 马总统也宣布要自砍18% 引发记者追问政务官18%的连环效应 我未来退休之后 原来可以领取的忧存的利息 也就是18% 我愿意放弃领取 今天会发生 以18%这个议题 来对军工教的所有的 已退休限制人员 产生这么大的一种社会的批评 我心里感到非常非常的沉痛 这件事情并不是我们军工教人员的错 不管我有沒有18% 如果有 我一定是放弃 那么其他的 我们就不要去 一一询问我们在座的官员 担心媒体模糊焦点 将一话急忙止血 让议题回归年金改革 因为这只是第一阶段 还会听取各方意见逐步修正 希望能赶上下会期4月份 顺利送到立法院审议 新唐人也的电视 陈定交张之轩 台湾台北报道